美國總統川普週一表示 疫情本可以在源頭就控制住 美國正對此進行調查 川普說美國會向中共索賠 川普在週一的簡報會上說 有許多方法讓中共對疫情負責 美國正在進行調查 會在適當的時機對外公布 川普還說 政府也在討論如何擺脫 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目前 美國和歐洲黨40多個國家 向中共政府提出集體訴訟 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責任 4月16日 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圖片報 就疫情造成德國的損失 向中共索賠1300歐元 有記者問 美國是否會採取同樣措施 川普回答 美國有更容易的方法 而且要求索賠的金額會更大 川普還說 疫情不僅對美國 也對全世界造成巨大損失 川普表示 美國有世界最好的經濟 卻由於疫情被迫關閉 清堂記者 畢心慈 陳海月綜合報導